其实我们要带大家来了解的是 这场突如其来的罢工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工夫国会取得了罢工权后的首场劳资协商 那么今天其实就是在台北的一间饭店登场 没有想到这个长柔劳资双方 针对这个工会的第一项要求 就是要调高日支费的诉求 在这一点上就卡住了 其他八点根本就谈不下去 那么65分钟下来都没有共事 工会就徒刑式地宣布 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 要即刻展开罢工 那么即便现场有劳动部的官员在劝阻 仍然是没有用 那么工会坚持要罢工不到两个小时 这场协商宣告破局 不过虽然罢工开始 但是空服员承诺会全力地来支援国内航线 我们的罢工行动即刻开始 从2019年 我们认为协商应该要停止了 对 我们的协商就到这边终止 我们的罢工行动从2019年的6月20号下午4点钟 先休息 先休息5分钟 掏出罢工震撼弹 工会成员气奔地往头上绑 罢工不调 长榮劳资协商第三次才65分钟 工会突袭式宣布罢工 因为第一项诉求就破局 空服员没有要好要满 我们没有要90元直接调成150元 但是我想请问对面的主管90元 有没有往上调的空间 只要具体地说出来 在哪一站不够用 公司愿意逐站逐站地来review 是不是有在调整的空间 在地想诉求 日值费想要从90元提高到150元 还有进大便车这一点就瞧不拢 即便劳动部次长想要阻止 却怎么也拦不住 那这样我再等一下休息一下 不然我们来跟他谈好不好 你们先不要理他 你们先坐下 好我们先坐 紧张情绪升高 劳动部劝阻依旧没有帮助 协商会议一点开始不到一个小时 双方没共识 喊出暂停 没想到十分钟后 工会回到现场 火速宣布罢工 整场会议不到两个小时 协商没得谈完全破局 这已经不只是不买 毫无诚意了 真的是毫无诚意 6月20号下午4点 发动罢工请全体长容 空服员分会的会员注意 谈判桌上 空服员坚持筹码 喊出了八大诉求 除了日制费 禁搭便车 还有酒堂航线 希望改为过夜航班 此外还要有公司 陈楚的发言权 参加公司治理 国定假日出勤 两倍工资 外籍空服员 每班不可超过两个人等等 不过虽然罢工开始 空服员还是承诺 会全力支援国内航线 加起来大概有 一千人的备用人力 那我们考量到 就是台湾这边的 一个地理形态 那所以我们希望公司 能够把这个人力 优先用在离岛 以及国内航线 一场协商会议 却演变成宣告罢工 双方沟通不良 态度强硬 无法双赢 也让上万旅客 无所适从 讲一下陈静顺 台北这么多